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其在最新的调研报告中,进一步提出,得益于对消费者行为数据的掌控和DTC业务的扩张。亚马逊美国广告业务2019年还将增长50%以上,但他没有指出的是,另一个赢家并非市场份额排名第四,遭遇Fastbook军团全方位为追堵截的Snapchat,而是上周刚刚登陆纳斯达克市场,与Snapchat市值之差不足20%。 The Pinterest广告行业入侵者,成立9年,月活超2,5亿,3分之2是女性,圈住了这样一批,有制片现潜力,有量的用户之后,Pinterest并不希望大家,把它当作社交平台,而是将自己定义为,协助用户规划梦想的生产力工具,原话是Productivity Tool for Planning Your Dreams,这个定位,相当值得玩问。 细想一下,到目前为止,市面上绝大多数RC且公认成功的互联网公司,要么是依靠工具,起家如搜索电商, 要么是信奉平台,为网络新闻,长短视频,社交,而Pinterest偏偏有些出格,他既不认为自己,是纯粹的平台,即使大家都说,它是图片社交平台,也绝不允许自己,只是一个搜图工具。 Pinterest显然有一个,想要满足用户情感,和功能双重需求的梦,关于广告行业的认知,Van Thompson的理解,是相当到位的。 他认为,这一行的核心任务,在于带领欺骗消费者,传透一个叫做,广告漏斗的东西。 这个广告漏斗,分为三层,意识awareness,考虑consideration,和转化conversion。 在培养意识的层面上,电视和广播,相当有效。 因为这两个渠道的受众最广,而且人们,消磨在其中的时间最长,而在考虑阶段,过去的报纸,往往可以发挥重大作用。 因为上面的优惠券,和折扣信息,能诱导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。 再加上,零售商的线下推广,商场促销等手段,来到这一步的消费者,多数都容易被成功,转化为忠实客户。 但是,互联网广告一出现,就直接瞄准了,这个漏斗的底部。 从而对传统广告渠道,实现了第一次颠覆。 为什么呢? 这些产品时,往往已经跨过意识和考虑阶段,有相当大转化为客户的可能。 不过这时候,互联网广告还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 它的确能带来精准用户最大化的提升转化,但很难在广告漏斗的顶层,及意识阶段帮到广告主。 所以大家怀疑,如果不能让更广泛的人群了解到自己的品牌,不能扩充漏斗顶层的潜在客户群,就算实现了更为精准的转化又能怎样? 面对这个问题,Facebook的解法是借助Nosefeed广告位和Instagram的视频广告,来驯化消费者的品牌,意识。 接下来通过重定向广告,把它们引导到考虑以及转化阶段,这套玩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谷歌借鉴。 YouTube一定程度上对标Facebook的Nosefeed设计当然还多亏了Google Brand的算法推荐。 同样是为了解决消费者的品牌意识问题,依靠最广泛的受众,最多的广告位和更精准的广告。 Facebook和Google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稳稳压制住了Yahoo,Twitter,LinkedIn,Yelp等其他小广告平台,但这种僵局似乎正在被Pinterest打破。 特立独行的社交平台,如果你有阅读纽约时报,华尔街日报等海外主流科技,商业媒体的习惯,就会发现一件还挺神奇的事。 你几乎很难看到有什么人讨论Pinterest炒作和各种PR新闻少到几乎让人忘了这家公司的存在,部分原因是在于它的功能设计和定位。